嗨 大家好 我是安妮貝爾 鬼月要到了 看到跟真人很像 卻又不是真人的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怕呢 讓我來告訴你 我是怎麼讓你害怕的 實習生大爆炸 鬼月特輯恐怖 本回特輯的主角是森震宏 他是日本機器人科學家 於70年代提出恐怖古理論 闡述了人類可以對看起來 像機器一樣的機器人產生好感 但如果機器人被做得和真人 越來越像 越來越像 人們對他的好感 則會漸漸轉變為迷惑 恐懼 甚至業務 為什麼會這樣咧 當你們看到一個外表明顯不是人 卻像人一樣會走路 說話眨眼的東西 他的人類特質會被突顯出來 而讓你感到親切 主要是因為你們人類的移情作用 而當那個東西變得非常像人時 你們反而會去注意它不像人的地方 另一個觀點則是 預期心理 恐怖古力的妖魔鬼怪們 因為太像人類了 於是人們看到他們時 會預期他們的行動和人類 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 各種一樣 可是 當他們表現得和你們預期有落差 你們就會 好詭異 好噁心 當然 不僅外表 行為 會造成你的恐懼 聲音 甚至不尋常的物理運動 也會有影響喔 雖然恐懼是一種因人而異的感覺 不容易量化 但是 面對未知的事物 人們多少會感到不安 那麼 你覺得我是可愛 還是可怕呢